我先說一個很重要的打造 因為我怕大家打造錯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打造 今天會多了一個系統系打造 它是打造一個60裝等的裝備 其實你現在已經穿到了 有幾項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你會看到有套裝效果 四件裝和兩件裝都會有套裝效果 這個是第一要注意的 第二就是這個很重要的 不要打造這一件 這件不要打造 這件不要打造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是你主線會送給你的 因為這件裝了它是松蓮 所以打造就要少人家一件 所以這件不要打造 主線會送給你的 那要做哪件是最好呢 一開始其實就先做腰帶 然後就再做護腕 護腕腰帶 總之隨便一個先做 為什麼要先做這兩件呢 因為你看它用的材料是最少的 四個這個材料就可以做到一件出來 然後你做完這兩件之後 你就已經可以得到一個兩件的套裝效果 所以在前期你這個性價比是比人大很多 所以就建議大家先去做這個腰帶或者護腕 總之這兩件 一會正常你打完51那個 正常打完51那個挑戰畫本都做到兩件出來 那你就可以先做這兩件 那你就會獲得一個套裝效果 記住不要做這件 這件送給你 之後有個主線 主線會送一件紗給你 那你做了就 少人家一件 但是也不要緊 因為這件之後好像是雙城可以購買的 這些打造材料之後 現在還沒出 之後可以在雙城給錢買就行 但是也不便宜 我記得不便宜 現在它台服會不會更新就不知道 暫時台服就沒有更新 這些材料是可以購買的 謝謝大家